大马人期待的榴莲季节又回来了 随着马新边境开放 这次的榴莲饗宴 除了本地的老涛可以一想果王的美好滋味 来自新加坡的榴莲爱好者 也趁着这次我国榴莲盛产的季节 纷纷涌到我国来大快朵頤 马上跟着八点最大报特派团队的镜头 到柔佛去看一看 新加坡的老涛们 是如何臣服在大马榴莲的魅力之下 他们不只是到新山市区大买特买 还开车深入榴莲吧 品尝刚刚落地的新鲜榴莲 一转眼香味肆意的榴莲季节又回来了 看看榴莲档口的元朝就知道 果中之王实在又远到魅力无法挡 让不少老涛迫不及待冲到档口去 品尝果中之王的独有魅力 我觉得石头是最好的 我们会比较prefer 青龙啦 我们比较喜欢猫山王跟王中王 而适逢我国开放国门之后 迎来首个榴莲季节 苦等许久的新加坡时刻 也在睽違两年多之后 再次呼朋唤友 特地前来我国大快朵頤 诶 不是说好要来吃榴莲的吗 怎么一辆接着一辆的车子往山区开去了呢 原来这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榴莲爱好者 他们要驱车到柔佛古来的榴莲园去吃榴莲啦 来到这里的顾客 除了可以吃到刚刚落地新鲜到爆灯的榴莲 也可以在榴莲树环绕的氛围中大吃一顿 体验非一般的榴莲好滋味 就是想要experience那个farm to table 我先生他听朋友说 这个中城水果园是有很新鲜的榴莲 所以我们就过来试一下 蛮好的 攀主和服务的人员都蛮专业的 然后看到这么多高高的榴莲树 上面挂着那些榴莲 就很可爱啦 首先就是一个体验嘛 你看这个感觉是在新鲜坡没有的 除了打着现掉现卖 还有榴莲树做办的卖点 榴莲园老板的服务也很周到 你看摇一摇 闻一闻 老板两三下的功夫 就找出了他们眼中的好榴莲 马上动刀把黄灯灯的果肉掏出来 让现场的食客吃个痛快 然而由于当地的降雨量过多 这一季的榴莲产量比往年少了40% 而他们也把榴莲价格调高了一些 但销量完全不受影响 对于专程前来吃榴莲的失诚时刻来说 无论是价格还是榴莲的品质 都是吸引他们开车好几个小时 越过场地来马来西亚吃榴莲的原因 当然我觉得这里口味比较浓 比较肿 所以这里它的榴莲也是有一种特别的口感 在新加坡都找不到 有点麻麻的味道 单单比较榴莲的话 其实这边会比较便宜 那边三粒的价钱 跟在新加坡差不多一粒的价钱是一样 除了在现场吃到饱 许多新加坡时刻临走前 都会大包小包带着好几袋的榴莲 带回新加坡和家人朋友分享 虽然入业之后的榴莲园不再开放 但果王却是越业越香 柔佛新山多条街道旁 现在都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榴莲档口 吸引不少本地和外国游客前来光顾 档口老板说 在国门大开之后 他们一天内就可以卖掉两三吨的榴莲 但看一旁堆叠起来的榴莲可小山就知道 老板的生意绝对是红红火火 今年会比往年好很多 比较回流老 它的生意量会更好 比以往高风鞋还要更好 两年后第一次进来 这边的价钱 新加坡只能吃一粒 新加坡很贵 好像我现在如果我吃一粒 猫山王可能20多块 新加坡可能要五六十块 干脆在这里吃到够够分 过别两年之后 市场游客终于能够再来我国尽情消费 榴莲档口老板的好心情是完全写在脸上 毕竟新加坡人的消费 至少占了他们30%的营业额 而且多数人都是慷慨消费 五百一千都有 少少来讲至少两三百 如果加打包的话千多块一定有 这一次的榴莲季节预计再过两个星期就会结束 还没来得及一场果王滋味的朋友们得赶快抓紧机会了 否则就要再等到八月份的榴莲季到来时才能够再次品尝到榴莲的滋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